欢迎收看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 台中市南屯区的城市耕农机农场 隐藏在巷弄中 是一个都市型的农场 主要种植水果小黄瓜 玉米 莴苔等美味蔬食 还有一样别具地方特色的作物 马尾是市面上少有的 在上集节目中 我们体验了从田间采收到挑剪菜叶 今天我们就要来继续体验 后面的制作流程 还有传统的马尾汤 究竟要如何料理 这一段的汁液就不用它 因为都是苦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种的话它有洞 可以抽掉一些汁液掉 脱到你看乌竹叶麦的样子 很烂烂的 对对对对对 整个烂烂的 丑丑的 汁液就开始出来 像写衣服一样 稠稠滑滑的 很浓的这种 嗯 青草的那个味道 对啊对啊 其实很香 是 一般我们就戳到看不出它叶麦的形状 对 我就让你专业的戳将 好好好 因为你没有靠这样去摩擦的话 你叶子没有办法让它破碎 其实这里边有很多汁液泡泡 对对对 那如果一般像我们比较经常 就是放在那个洗衣袋里面 是 那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个摩擦力在吗 会会会 然后它就比较不会浪费汁液了 对对对 整个那个麦的部分 对就是已经看不出来它的叶子的形状了 对 对 绿狗狗这样 对对对 好 差不多了 再拿一个盘子把它装起来 好 需要把它拧干吗 对啊 因为它那个汁液 我们不要它的汁液啊 搓洗完的马尾叶 少了大部分的苦涩味 保留了淡淡的青草香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 感觉特别消暑 传统的马尾汤是以地瓜一起炖煮 今天还加入了秋葵 先将地瓜煮熟 再放入洗好的马尾叶煮滚 最后放入小鱼干调味后 就是倒地的马尾汤了 OK 够了 这个已经滚了 对 有沒有 很綠 而且差不多了 我就是 最後還有一分鐘要關火了 所以這時候我才放小魚乾 給妳 如果吃素食 像阿嬤吃素食 我就沒有放這個東西 是… 對 阿嬤 就讓它純粹是它的原味這樣子 對… 哇 這樣小魚乾下去很漂亮 對… 又營養 對… 好 漂亮 滾就差不多了 對… 對… 小魚乾差不多一分鐘左右 對 滾起來 那滾起來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加一點點鹽 提味一下 對 就是讓它有個味道這樣子 對… 然後又保持了這個原味 現在雖然已經過了立秋 可是也是很軟 OK 好 可以了 好 關火 關火 這台中在地南豚區的這個 城市工農機農場 對… 對…真的是很難得 就是在城市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這樣子 一個很寬廣的一個農園 然後我們可以針對在地的文化 就是麻藝 可以來做一個紀錄 很棒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 好… 切一瓶吧 來… 來… 當然有時候根據個人喜好 有時候可能還會在… 裡面再加一兩樣的東西這樣 每一個人的那個… 口感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啦 對… 但是現代人… 現代人還是會吃這樣的口感 對… 好 就是這樣子 第一碗給觀眾朋友們 來… 哇 真是熟工棍耶 這樣子 很棒 我們今天其實是來到了 台中市的南豚區 那在這邊有一個都市型的農場 那在這邊已經有一段 不長還是不短的時間了 土生土長的地方了 先生他們都是土生土 所以應該可能也有三十年有了 對… 所以真的是三十年 這個不長不短 就是一個很珍貴的一個過程 那尤其是從爺爺奶奶那一代 然後到你們這一代 然後現在往下傳承第三代君儒這邊 陳君儒他獲得了百大清農的一個榮譽是嗎 是… 那那個過程可不可以請媽媽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剛開始做這個農 我跟爸爸都會覺得 不要啦 女孩子不要做這樣做 對… 會有那個比較傳統一點的想法 天下父母心 對 因為就是怕他太辛苦 以前就是真的做農很辛苦 但是慢慢他開始第一年的時候 實習那一年 你就慢慢可以看得出 他慢慢好像喜歡這個地方 喜歡這個東西 這個工作這樣子 所以我們兩個就決定就 這一年讓他實習一年 真正實習一年 看真的是他真的是有興趣啦 不然如果說沒有興趣 我們就不要再花這些 見這些那個問世啦 往世這些了 就不用再有後續的那些建設 對… 然後他好像玩得很開心 這個中間我記得他跟我說 他去姑姑他們家 姑姑是開工廠 那他們裡面是做那個辦公桌 那個吹冷氣 他說他去代班 他去裡面 結果他都在打瞌睡 也去學習了一下 他說打瞌睡 所以他自己也發現過 我真的不大適合坐在辦公室裡面 我就是適合這樣跑外面 然後我要怎麼樣做事情 全部都有自己決定 獨當一面 我自己決定 我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早上做什麼 中午做什麼 下午做什麼 晚上做什麼 我自己決定 他就開始喜歡上這個東西 因為我女兒本來就是很有主見 小時候就很有主見 很有想法 對很有想法的一個女孩子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就放手讓他去做 我也開始 他開始做這些的時候 我就是 我也沒有自己的工作 那我想說 好 那慢慢 轉為支持這樣 支持後 然後我就開始投入了 我就開始投入了 就跟著他這樣子 因為畢竟一個人做還是有限 而且很多東西 比如說更甜的地方 你根本沒有辦法 因為他第一次的時候 手就去轉到 那爸爸也看不下 他說 我看這個工作我來做好了 那水 電 請人家來 又 不了解 出奇不知奇 所以然 對 這個就是很 很來行 這就是一來行 對 以前就是有做這個 所以這些水電 全部都他包 那我就負責就是 他需要哪一部分 需要 在他後面需要哪一部分 我就是來幫他做這樣 對 開始就是手把手 這樣子的過程 是是是 就這樣做起來 我真的很好奇 他本來在學校裡面 大概是一個很大的 大概就是傾向於哪一個部分的 這個 學習的內容 他以前在學校都是設計 他喜歡設計 藝術方面的嗎 對 他很 他很會畫畫 是 對 但是你 比賽的時候 我請他畫畫的時候 他就叫不出來 他沒有靈感 就是不能限制他 他要畫什麼 他要做什麼 他就自己畫 一個自由的靈魂這樣 對 因為他也有去考 考美術系 我想說 因為他也在學校有得幾個獎了 我想說 那你就讀這方面 結果還是沒有考上 因為老師有限定一個題目 他畫不出來 他就畫不出來 是 我覺得天上大選 都知道說 這個孩子就是他準備 就是要讓他往哪一個方向去 對 最適合他 他就是喜歡自己 什麼都是自己安排 還好就是說 他走的都是很正的路這樣子 對 那這個獲得百大青農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其實也是花了一段時間 對 那當時這個是以什麼樣子的一個產品項目 還是說為什麼他會起心動念 要去參加這樣子的一個 榮譽的一個評鑑這樣子 其實他也是在挑戰自己 想要做一個目標 對 他有一個目標 那挑戰 然後其實他這個中間 會有一些農會的啦 農委會的啦 或者是他們百大青農 這些年輕的 他們都會互相交流 反而這一段時間他學的東西 又有學的 學一些不同的東西 就這樣 大家一起 好像共同跟他們一起這樣子 他那時候的心態就是 想說我試看看 也許這是一個目標啦 因為上百大其實 他也沒有什麼獎金啊 什麼給我們這樣子對不對 就是一個很幫人榮譽這樣子 對 他就想試看看 一個成就感 然後爸爸媽媽在後面 像守護神一樣 就是看著他 哪裡需要幫忙 就出一手這樣子 是是是 很棒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其實一進入農場 就覺得說 啊 原來這個字要怎麼打 它才會出來 通常我們打的這個麻藝的藝 是像藝人的藝 可是那個藝人是果實 對 跟原本的這個麻藝的藝 藝這個字是不一樣的藝藝 那均如均如的說明 就是說這個其實本身就是代表 我們是葉子裡面 是嫩葉 剛出生出來的嫩葉的意思 對 所以此藝跟非比藝以後 大家要注意選用 那事實上是要講麻尾 對 真正是要講麻尾 好有趣 真的好有趣 我們跟那個FB的這個平台 大家的分享 對 各個年齡層都有耶 你印象深刻 可不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印象深刻 還是小朋友的還是說 對小朋友 其實年齡層不同 那小朋友他們真的是來這邊玩 但是那個玩不是玩電動 比較3C的這一點 對來這裡是看到什麼 看到小昆蟲 看到蜜蜂 這些小動物 對牠們來說 也是很少見 甚至沒看過 平常在學校 對 就連家長 我看到有一個家長帶來就是 他們玩得比小孩子更開心 大人玩得比小孩子更開心 對 連那個雞都沒抱過 沒摸過 對不對 所以那個就是對牠們來說 是很特別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 我們也有還有一個中山大 中山的 就是這附近的這個 中山的 對 他們也來玩過 那我們曾經這邊下雨 因為我平常都是這樣搭過去 都在這個地方 那那一次風很大 風雨很大 我們就把牠移到裡面去 那我們裡面剛好種那個苗 就是大概這麼高而已 那是什麼的苗 水果小昂瓜 就是你們現在吃的這個 水果小昂瓜 漂亮 對對對 我們都在溫室裡面 所以我們就整個把桌子移到裡面去 牠們在裡面玩得更開心 空間沒有很大 但是牠們就是觀察裡面的東西 對 觀察裡面的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那一次是有搬 麻藝的那個雪球餅 讓那個馬上煮 然後麻藝的雪球餅 起來就大家就是玩風了 對對對 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做起來 這麼快 對對對 而且你都可以親手做 還有麻藝粉 那個就沒有辦法用這個 就要用麻藝粉 就直接灑上去 然後起來就有點像抹茶那個口感 這樣子 所以牠們吃得很高興可以自己玩自己 台灣版的抹茶對不對 對對對 哇好棒 我們其實 我們送禮的時候也可以送這個東西 因為外面根本沒有 目前還沒有這個東西 是 是我們自己特有的一個獨有的產品 對對對 那在這個原地裡面 其實我們很好奇這個名字 就是這個城市跟農機 城市跟農機 我們一直在猜說到底這裡面有沒有雞 這樣子 一開始還以為就是說 它是一個養雞的農場 原來是它裡面種了好多的蔬果 這樣子 對對對 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雞對不對 有 有雞 對 那這個是從 其實平常在外面買的雞就吃起來 吃起來就是有 臭臭味 不曉得你有沒有吃過 人家的雞都吃什麼 我們的雞就是吃我們的青菜 我們的青菜就是都沒有灑農藥 我們養這個雞是主要是說以前就是 阿公 阿公以前就是生病 所以醫生說你要吃很營養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 就開始來養雞 那全部都是只有聖誕雞 就聖誕就好了 阿嬤也是吃素 阿嬤不吃蛋 因為就是有臭臭味 那師傅跟他講說 你吃那個吃素你這樣營養會不足 營養會不足 所以你要吃蛋 你一天就吃一個就好 所以就開始養 那養了以後 他每一天目前到目前為止 我們每一天都早上會吃一個蛋 那自己這個名字就是 我女兒那時候是覺得說 誒 城市裡面 就爸爸講的 我這塊地租人家 每一個月收租金就好了 你現在建這個起來 那也不曉得做得起來 做不起來 所以說 而且他們在那邊見這個 他們見了這些 裴溫室的時候 這些幫我們見的人就說 你怎麼這麼傻 這做人就好了 這一個月收租金就好了 這裡不用那麼累 對啦 怎麼要做得那麼累 他們邊做的時候就邊念 那反而 反而女兒是覺得說 他還是很堅持 他們念他們的這樣 對 他還是很堅持 這是我要做得很清楚 對 所以說 因為這邊就是在城市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不曉得 這裡有一個農場 很少人 不容易發現 連那個議員他們也都不知道 有一次有一個議員 來這裡剛好 很驚訝 對 所以我女兒就是說 城市裡面的這一塊地 這樣子就是很特殊 很特殊 因為應該很少人 有見這樣子的紋飾 那剛好 他的那個外號叫做 咕咕雞 菅主的外號叫咕咕雞 對 因為他從小就是 很喜歡講話 所以他的外號就出來 就是咕咕雞 對 他就這樣連上來 就是城市更容積 其實您很放心菅主進入這個領域嘛 是不是 所以有沒有一些什麼樣子的一些想法計畫 就是常常在跟他討論啊 還是說其實就完全放心的讓他去衝 這樣子 有 有 我們坐下來的時候 我們每次辦活動完的時候 坐下來我們也都會討論 這一次的 那個 我從小 大概以前都比較苦一點啦 那我娘家這邊 我大概國中畢業以後 我就開始 半工半讀 一直上來這樣子 所以我跟家裡的人 相處的時間很短 等我要結婚的時候 二十幾歲的時候 才發現 並沒有很了解我爸爸媽媽 我很少時間陪他們 因為我都在外面賺錢 對 所以說 我很愛老了 那 對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都在外面 對 比較沒有住家 有一些沒有住家裡 那我是希望說在家裡的時候 大家可以 多一點時間陪我們 對 尤其陪阿公阿嬤 其實我嫁過來 很幸運就是 我的公婆都很好 他也很喜歡 他的這一點跟我就是很像 所以他有時候會 叫阿嬤就是敲課 帶阿嬤出去哪裡玩 淡天也好 對對對 所以他喜歡回來這邊 我們每次工作 四五個人 就是都在田裡 都在田裡這樣子 所以說 這是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這幾年 身邊也有好幾個 親戚朋友都走了 他們都莫名其妙得了那一些病 所以說我們就開始覺得 吃農教育很重要 一些文明病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來的 當然是 因為農民也會有的 撒農藥 或者是做其他的化學的東西 我想這個影響應該也很大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我們絕對都不能撒農藥 我的菜就是很健康的 對 然後給 辦食農教育的時候 也是可以給小朋友吃 家長他們買得很安心 對 所以我們這裡等於也是 藉由這個農場 來作為一個食農教育的平台 對 那金如也是食農教育的老師 他也是考出來 他也是食農教育 所以我們在這邊辦的時候 一定都會帶入這些東西 進去給 不管學校啦 小朋友啦 或是有時候社區 社區也有來 那 紅道老人 他們的志工 也來這邊上 然後叫他們處理 什麼處理 這個都是我們的課程 等於就是說農場農園 它有了一些更多樣性 更多元的一些社會角色 是 它除了能夠讓我們自己的作物 可以提供給社會大眾 作為一個非常安心安全的食物以外 對 自己的這個農場的這個面積土地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成長歷史 我們怎樣去把它耕耘過來的 也是一個在地人文歷史的分享 很棒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配合這些 就是產官學的一個緊密的合作 也可以配合這些指導單位 然後作為一個現場第一線的一個參觀 然後還有 對 就是全齡的一個 等於食農教育的一個平台現場 很棒 也是一個新型態的一個農業的一個呈現 對 我想這個社會應該是 必須要去變啦 不像以前農 就是撒農藥 剛開始的時候阿嬤都不能接受 阿嬤都不能接受 阿嬤今天沒有來 阿嬤要去上場嗎 對 都不能接受 所以阿嬤會有它原來的這些概念嗎 對 它有一區是它種了菜園 那一區它的草就是乾乾淨淨 因為它每一天都要去拔它 那我們呢 我們只有兩個人 我們的草 我們怎麼可能去拔它 有慢慢 阿嬤種的菜 以前也都是撒農藥 傳統農業工法 對 然後我也是學著它這樣子 我學著它這樣子做 但是菌爐開始投入的時候 發現 真的耶 對 像我老公常常說 北部的人 吃農藥 吃農藥比較多 南部的吃得少 是怎樣 他這樣說是怎樣 北部的人他們沒有種 他們幾乎都是買外面的東西 那你不可能所有的東西都沒有灑農藥 沒有灑農藥的種起來就是很醜 那有的客人就不要 就會鹹 對 上市的時候就已經是在一個安全範圍內了 對 那我們比較南部這邊的 比較南部的 他們自己種自己吃 他們一定會把關的 更 一定要把關 自己吃的不一樣 所以現在慢慢的其實真的 許多人像譬如說 台灣有職一四校 也就是中興大學 還有平科大 跟嘉義大學 以及台灣大學 他們在這個職務醫生方面 其實投入了很多的心力 在近十年來已經 讓台灣的整個農業的這個環境 跟耕作的概念 做了一些轉變 就像我們在改變一個土地的這個體質一樣 漸進式的做一個改變的時候 慢慢的就是要配合政府單位的一個推廣 這個真的是非常利於社會大眾的事情 大家繼續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對 那我們今天面前的就是這個螞蟻 居如媽媽帶著我們一起 來完成這碗螞蟻 對 那這邊螞蟻已經有多久的時間 都是黃麻這樣 現在甜麻比較多 現在大部分我們吃的比較 甜麻 滿多的都已經改良為甜麻 甜麻 黃麻是比較苦一點 它的口感是整個比較苦一點 而且比較粗 也比較粗 那現在改良這個甜麻 比較容易讓大家接受 而且它的那個口感 主要是吃起來的口感 它是比較甜 比較不會那麼苦了 對 那大家也很喜歡吃甜的 不要吃苦的 對 苦嗎 不會 那你再吃一下我們的地瓜 地瓜一起吃那個口感 好 哇 地瓜很甜 很甜 然後再加上布拉魚 對 這個是比較健康 蓋子 對 然後加上我們原本的這個 秋葵 秋葵 對 加上秋葵 秋葵就是為了代替這個 太白粉就是勾芡 勾芡 勾芡的意思 對 勾芡 因為以前的人已經都要勾芡 以前人勾芡 常常幾乎很多菜都是要勾芡 對 現在勾芡還是少吃好了 對 那我們吃天然一點的 一定是比太白粉好一點 對 非常消暑 對 雖然現在已經進入利休 利休過了 但是天氣還非常炎熱 所以我們可以在田間 然後來欣賞 我們的這些作物的形態 認識這些作物的一些特性 種類 那同時在這邊現場 就能夠吃到 菌肉媽媽現煮的 對 好棒 而且還有這個 麻藝冰淇淋對不對 有 有 麻藝冰淇淋就是 小朋友伴活動的時候 就必須要給他們 吃一下這個口感 小朋友特別喜歡吃 對 他們就可以更融入了 對 好 謝謝 謝謝媽媽今天 接受我們的訪問 一個短訪 謝謝 好 恭喜 對 好 好 來 好 好 好 要